夏季,沙面温度高达80度,炎热可以夺走一切生机。 沙漠里的小生命正在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。 1986年,一项与东北湖相关的圈养繁殖计划在横道盒子繁育中心开始。 黄山共存有唐宋元明清,民国及当代一千两百多年来的摩崖时刻三百多处, 转立行凯草书各领风骚。 黄山一座深藏不露的书法博光。 乘着寒流海未来西,中泰六号要全速北上。 在未来两年的航程中,他们将赴中西太平洋作业, 途经巴布亚兴几内亚、密克罗尼西亚、索罗门群岛等地。 而眼下,万里航程第一站是在三天之内抵达韩国福山, 装载渔网和补给船用物资。 从2013年开始,中国连续四年全球出口量第一, 成为世界公认的制造大国。 中国有句古语,民以食为天。 饭食对于老百姓来说,就像天一样重要。 葡萄牙人酷爱甜点,蛋烫是最钟情的那个。 十九世纪,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给衣服上浆, 而剩下的蛋黄又不能浪费。 因而成就了日后封离整个欧洲的这款奶油酥皮点心。 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。 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, 在借鉴了越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, 改良了面粉、蛋液和奶油的比例, 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汤, 但它叫做葡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